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向 那其实之前有带大家深入的了解过 i3的静态体验 但是呢作为一款运动型轿车的标杆级产品 三系的纯电版本 i3的动态感受到底如何呢 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好好的体验一下 不过今天呢很荣幸受到邀请 我们来体验一下i3的首台试驾车 那它的驾乘体验到底会怎么样呢 走吧 那之前给大家深入介绍过了i3的静态体验 今天就简单的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其实i3呢它的外观基本是和燃油三系保持一致的 但怎么区分燃油版和纯电版呢 首先就是前脸 i3的隔山采用的是封闭式的隔山设计 以及大灯采用了全新的天使眼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倒L的形状 那另外呢因为这是一台运动型轿车 所以呢为了提升它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新增了空气帘 那空气呢可以从这边的前侧的空气帘经过 然后通过轮毂后再用侧面的鲨鱼山排出 这样呢可以达到整台车的风阻系数仅仅只有0.24 它的外观已经有了非常强的运动表现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内饰到底如何吧 那坐舱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保持了宝马应该有的豪华质感的 主要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呢就是这块搭载了ID80系统的双连屏 还有就是并没有保留宝马的这个标志性的挡杆设计 而是把挡杆设置成了这样的一个小锅片显得更为精致了 那这台车它的轴距是达到了2966毫米的 其实是比三系长轴版更有优势的 上一次体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车子怎么坐这么舒服 而且腿部空间也非常的充分 听介绍才知道原来说这里是采用了中国特有的舒适座椅的 因为中国人的身体结构呢是大腿更长 所以它的腿部的座椅会更长 因此你坐着也好空间也好 虽然它是一台运动型的轿车 但是呢整体的感受不会给你一点点的不适感 反而是非常的宽敞 那简单的带大家了解了一下 这台全新的宝马i3 它的动态体验到底如何呢 跟我试一下 走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车内 来体验一下整台车的动态感受 那大家知道我是Model 3的车主 所以呢一直也很好奇啊 既然是纯电版本的3系 它到底还配不配叫3系 到底开起来够不够运动呢 我上来呢先体验了一下 这个动能回收RAW的版本 其实RAW的整个动能回收模式 开起来其实跟燃油车还是很相似的 那我一直很期待想要试一下它的B档 就是所谓的这个单踏板模式 整个单踏板模式呢 不会有太过强烈的油门刹车的感觉 但是和一些其他的传统豪华品牌的电车车型相比呢 其实已经是调教的更为激进的了 另外呢前面我也有尝试一下 在低档下的强动能回收模式 它在松掉了油门踏板之后 会有一段的滑行的路程 但是呢如果是在自适应模式下呢 会根据前车的距离自动的调节 这台车呢一共是有四种动能回收的条件模式的 分别是低中高还有一种就是自适应 那自适应呢就是它可以根据你前车的距离 在你松掉了油门踏板之后 如果说你的距离比较长 它就滑行的久一点 如果说距离比较短 滑行的就会慢一点 另外我觉得同样都是一个在动能回收比较强的模式下 i3呢它会给到我们一个在松掉油门踏板之后 更为平顺的一个体验 包括呢我作为一个Model 3车主来说 我也不会觉得一上手开i3会有很不适应的习惯 因为毕竟这是一台调教的非常运动的车型 它的百公里加速是可以达到6.2秒的 所以它你看我这样一给油 它的这个推背感还是很强烈的 所以你想要在i3上体验到的运动感 它一定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而且你仔细听这台车 它还配备了一个模拟失望的感觉 那这个就一下子来了这种驾驶的体验感 一下子就飙升了 然后另外我也一直是在Sport模式下面 进行一个体验 我会觉得如果不开Sport模式 它整个转向的助力会显得有一些些轻飘飘 但是Sport模式的整个转向是恰到好处的 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不错的就是可能 因为这台车它的车身重量相较于燃油版3系 增重了400公斤 再加上后轴的这么一个空气悬架的配备 整台车不管是在过弯也好 然后在驾驶过程中也好 我会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稳 这一点相比Model 3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相较于这个传统的燃油版3系呢 最大的内饰变化呢就是面前的这一块双联屏 另外的话呢我在开的时候有发现它其实是有台显HUD的 这点非常方便啊 在这个同级市场当中算是一个很少见的配置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购入一台电动车型呢 我会觉得i3是一个它既能够给到你比较激进的这样一个驾驶方式的 也能够给你提供到一个比较传统的燃油车的驾驶方式的 不管你是直接想要尝试一下电车车型的消费者 还是你是从一个燃油车车主向电车车型转换的这么一个角色 其实这台车都能很好的去满足你的需求 那刚才呢我们也从销售那边有了解到 i3现在的销量其实是非常火爆的 如果说你不进行过多的选配的话 甚至于可以直接提一台现车 那30万出头的价格 可以提一台豪华品台的纯电车 你会选它吗